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節的萬迷早晨節目 今天的轉會槍 火花瀉起 戰況非常激烈 主要參戰的球會 主要是國安球會 以及車路士 兩間球會真的很誇張 究竟誰到最後才是贏家呢 其實一天未到轉會槍結束 我們萬聯在這個轉會槍 在邊皮擦一下 雖然我們也有很多麻煩的事情要搞 但是比起那兩間球會 遮掃和那間球會 真的差很遠 這節就不會講太多 轉會資訊主要是想講這一件事 就是說 我們的主帥Derek Tankhead 以及我們的 球王級的球員 斯洛娜島的爭拗 或者尿規 正式展開了 大家都知道 事源說 最後那場 友誼賽 華利賈奴 斯洛出了半場之後 大約70多分鐘 說真的 現在 究竟只是他和大諾治走了 還是有其他球員一起走走的話 我們就不太清楚 現在已經無從稽考了 現在已經 但是 這件事 之前 萬聯 最主要我聽過 Gat McCordy這個記者 ESPN的 其中一個Pundit 他當日立即說 其實萬聯應該沒有批准的 因為如果萬聯有批准的話 一早就出事澄清了 萬聯批准了 你走走 所以就沒事了 但是過多兩天之後 他又說問過萬聯的 一些相關的消息來源 他自己在萬聯裏的消息來源就說 其實萬聯是ok他走的 當然 剛剛昨天 Tank Huck 正式接受 荷蘭媒體訪問的時候 荷蘭媒體AD 以及VIAPLAY 這兩個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正式說了究竟他的 立場是什麼 他說 我當然不可以贊成這件事 這個是不能夠接受的 所有球員 我們是一個團隊來的 我們 在比賽一定要留到最尾 才走的 但是當然他沒有開名說 究竟是誰 但是他也說了 不止一個球員 所以 就是說現在正式 萬聯有一個官方的說法 因為是Tank Huck 自己說的 我們是不應該早走的球員 好了 那就大件事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 事實 或者說事實 Tank Huck 是不接受這件事 再加上大家記不記得 我早幾天就展示了這條片給大家看 在30分鐘的時候 Tank Huck 有些東西溝通不了 未必是吵架 但起碼是溝通不了 但是 到了現在這一刻 就真的 會有些 大家不同的意見 就肯定是浮面了 好了 這件事的後果會是怎樣呢 當然啦 老實實 我先說回我的立場 起碼過兩星期之前 斯朗 不操練開始 當然 斯朗不操練現在還有一個 非常好的原因 就是 他家裏有事 這個我覺得 成為一個人的立場 我們要接受這件事 因為他如果 心情受到影響的話 我們也沒辦法 但是他現在回到操練了 亦都在比賽上高 即是有異賽上高表現了出來 但是 他就有一個 不太遵守 Tank Huck紀律的一個 動作 這件事 我覺得 就一定程度上 有一個意義在這裏 就是斯朗要告訴大家 I am the boss 我才是老闆 我可以 有特殊的待遇 老實實 這件事是對還是錯 是因人而異的 看看你站在哪個立場 但是相反 Tank Huck就很清楚告訴大家 I am the boss 即不是Tool 是I am the boss 因為他 理論上在球會的架構 他是領袋 他應該 籌員就應該要聽他說的 但是這件事 很明顯就是 大家在 爭促着 但是同一時間來說 大家要明白 斯朗其實是在叫走的 雖然他沒有說過 從頭到尾他真的沒有說過 但是我已經解釋過了 文迪斯做的事是否完全代表斯朗呢 不是 但也代表了一部份 最重要的一件事 這一類的情況 其實我們已經見過兩次了 王馬林離開的時候 就上季 祖雲達斯要走的時候 這些情況也是做得到 斯朗 一個比較聰明的地方 就是他不會直接出來 說很多東西 好像 我們之前那個 普巴六號 那個 自己出來說了大論 然後 斯朗不會的 而且他在球場上高 他一定是盡他的能力去做 這個我就沒有懷疑 但是 就會做一些 旁敲側擊 或者一些東西 令到 你的威嚴受損 即那個 主帥的威嚴受損 從而 你讓我離開 所以這些技量 我們已經見過很多次了 尤其是我們馬林球迷 我覺得 經過了這個普巴事件之後 更加清楚 很多時候 一些尤其是出名的球員 都很喜歡運用這些技量 激到你的球員 不放他走不行 因為現在來說 斯朗要走 一點也不容易 還有 這些事件的 時間上高 永遠就這樣巧合 現在大家 好像也看到有些 不對勁 突然 很多事件出來 就令到他越放越大 當然 我只能 解開一點點 說 坦克要面對的問題 就不是思路一個 那麼簡單 尤其是 昨天 軒仔 竟然是 萬聯球員 外借了出去 都可以說那麼多有趣的言論 還有 原來不止 下一節有機會的話 再說 軒仔說的話 不止那麼少 Totsport的訪問 好了 現在我想引述一篇文章 一位 記者所說的 是BBC引述 Luke Edwards 這位記者 他是一個 根萬元消息的記者 他那篇文章 他就在 BBC的 Transfer Gossip 這個Podcast 說 當然這些東西 是他的 分析 不過他也是基於 一些事實的分析 他說 其實你可以看到 斯朗的 交加能力 已經跌了很多 因為說了那麼久 文迪斯做了那麼多 現在唯一 斯朗 真的實實在在 有一個offer 只有 沙特阿拉伯 因為早幾個星期就說了 我還說 沙特阿拉伯 如果真的這樣做的話 大家開心吧 斯朗 有波踢 斯朗又可以 仍然繼續 拿好高的薪金 曼聯酋 轉匯費 當然 斯朗其中一件事 就是要勾聯 沙特球會 怎麼都沒有勾聯 這也是問題 結果他當然是不肯 Luke Edwards的意思是說 你搞那麼多龍鳳事 都還沒有大的球會出聲 現在當然 也偶爾有消息 這個想簽他 那個想簽他 但也沒有實際上 太過可信的消息 即是說你叫勾聯力已經不行了 但又是說一句 我那天跟埃英談了一段時間 我就跟埃英說 真的 為什麼球員那麼喜歡 那些很厲害的經理人 包括之前 即是過身的 Minorala 或者現在 斯朗拿道的經理人 Hockey Mandich 就是因為 他們是很有能力 麥英說的這句話 什麼都敢死做的 說真的也是那句話 不是沒見過 我們在斯朗身上已經見過兩次了 所以呢 我覺得暫時來說 就是 文迪斯可能真的有些計錯數 就以為 有些球會真的有機會 但是不要緊的 只要他們繼續做他們的事 繼續令到事情 是向著他們的方向走的話 他終歸 終歸會幫斯朗拿到他想要的東西 OK 所以呢 我暫時的評估 其實也沒有變 我早就已經說 如果我是Tankh 我計算的數 一定不如斯朗 而 這件事亦都得以 kind of 間接地證實 為什麼呢 如果Tankh 是有計算的 斯朗的數 他不會這樣說話 剛剛接受 荷蘭媒體的訪問 所以呢 我都很肯定 Tankh的數 已經不計算了 好了 但是如果斯朗 我覺得他真的走到了 應該 會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影響也不小的 首先第一件事 現今的一隊 主力的那群 有多少個跟斯朗 比較熟 或者是他的黨派 第一就是Darl 第二就是 Buno 當然了 我要先補充一件事 這些球員雖然大家都是葡萄牙人 和斯朗都是有話和朋友 但是會不會因為斯朗走 或者由於斯朗和Tank的關係不好 而影響到他們 對曼聯上陣的表現 代表曼聯上陣的表現 我覺得是未必的 但是心裏面 多多少少 有一條刺 但是 我又覺得 在短期內 不會太過離譜 但是 這件事是我個人的相信 但是大家還記得 去年 發生什麼事 尤其是蘭力克年代 他們可以搞成怎樣 我們不是未見過 不過 那時候來說 我就不見到 斯朗那邊的人 會做這些事 OK 是另一邊 好了 但是這件事不得不防 亦都一定程度上解釋了 坦克為什麼要找那麼多自己人來 就是說 他要起碼 在球隊裏骨幹的部分 是自己人 肯定會幫他買來 現在 我自己 看到 譬如艾力臣 馬天尼斯 都是他找回來 當然他很想敵裝 也是這個原因 雲迪碧應該沒有理由不是幫他那邊 所以 其實也有四五個球員 起碼一定會站在他那邊 當然 我們季初 究竟可不可以踢得好呢 都頗著重 理論上不太管事那邊 例如英國那邊的球員 是怎樣想 他們的 對阿坦克的忠誠度 幫他的心態有多強 還有 雖然斯朗那套走 我絕對不代表 不代表達羅茲和 坦勞不會幫手踢的 坦勞已經是有一點 未必一定是必然政選的狀態 所以他為了自己的話 我相信坦勞這個人 都是會落力 希望 確保他可以 在 這個政策範圍 大陸子也有類似的情況 所以 我自己覺得 在現在這一手球員來說 因為他們當打 和他們都是爭取表現 去 繼續自己的足球生涯 我自己不是太擔心 心態上可能有影響 但是不太擔心 唯獨是甚麼呢 年輕的那班 例如 大家看一下 格納松 其實他們 他真的覺得 說真的 這些球員 他們不是看著斯朗大 他們一出生 斯朗已經是球星來的 已經是球王來的 所以他們有機會 跟斯朗或者格納松 更加幸運 亦都可以在國家隊 跟美斯一起練球 他們真是 很開心 亦都 這件事對他們很大的影響 重要 所以 反而年輕的那班 如果斯朗那道真是跟 曼聯搞到窩窩窩窩 而又 甚至乎搞到很不歡而散的話 其實對於年輕的那班的影響有多大呢 這個我們就很難評估了 因為那班其實 變數很大 還有 那班球員來說 就是年輕的那班 其實對於 一個球王級的球員 原本在球會裏面 他們一定是人以為傲 但是這個球員如果搞到跟球會很差 由於他們始終都是年輕的 他們怎樣去處理這件事 或者對他們的心態有 比較大的影響 我覺得機會是有的 所以我也是那句 曼聯其實真的有很多事情 要處理 當然這也是經常發生的 我們這幾年有哪個時刻 不是有很多事情 不停要處理 但是我自己覺得比較樂觀一點 就是 Tankhack起碼夠膽 在這個時刻 因為他始終都是剛剛來到 還有 在一個叫Honey Woon Period裏面 發生這些事 他 處理上 都是困難的 但是起碼困難之中 他都有一個比較好的環境之下 例如 球會都仍然是很背景 例如有些球員都對他 是很有期望 的時候去處理 那 說到最尾 球隊 球會 最重要的是什麼 真是成績 這件事簡單就不太知道 我們作為球迷 當然是很清楚 所以呢 我自己希望 我們貴初的幾場球 真的 相當重要 如果只要表現有差不多 還有最重要 真真正正 待到分落袋 贏到球的話 這些問題 我覺得 不會對我們成績有太大影響的 例如斯朗 例如敵莊 這兩個大問題 不會對我們突然影響 但是萬一 表現那裡真的有一點點 被困難了 那就 將會 可以很大問題的 那當然我作為一個民族 我當然想是賤者 順順利利 這些問題慢慢會解決的 因為事情 總會解決的 但是 但是 走的人 其實我一點都不擔心 我反而最重要就是 怎樣去處理一些 未走的人 真是看Henrik 看看Henrik 有什麼工價 以及他的彩數 因為我經常都說 做管理 彩數絕對是一個很重要的 即管看看是怎樣 暫時 這一節講到這裡 下一次 再跟大家講一些相關的住戶消息 例如泰利斯的酒 拜拜